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黎月七星屈然第一时间针对愚人众 等七星被仙人赶跑 我们就该和仙人建立外交关系吧 黄金屋 哇 这里就是黄金屋 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气派了 没想到里面更加豪华 而且 而且满地都是摩拉 既然整个提瓦特的摩拉 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 那 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 都很不容易被发现 原来是幼儿室陷阱 好险好险 幸亏有你提醒 但就算不能拿 近距离看看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的话 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 有摩拉当被子 做梦也会更香 嘿嘿嘿嘿 哦 对了 对了 正式要紧 这里 是不是太安静了 仙祖法推这么重要的东西 肯定不会没人看管吧 嘿嘿 你看 那是什么 呃 感觉情况很不妙了 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 仙祖法推有没有异常吧 作为引路人 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 为什么还要来自找麻烦呢 呃 是谁 如果你们是愚人众 或许能够拿到一笔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 但可惜现在 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碍事者而已 虽然感谢你们让我没怎么费功夫 就找到了这藏匿之所 但现在想要阻止我 哼 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哼 不惜停止摩拉的铸造 也要隐藏仙祖法推 七星还真是下了血本呢 约 原来你真的是想要在仙祖法推里找出神之心 作为愚人众的十一执行官 必须贯彻兵之女皇的意志 女皇想要 我们就来娶 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 而是谁能阻止我 哼 交易和算计的时间终于全都过去了 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些小手段 不过为了女皇 我可以忍 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单纯的快乐的事 那就是 争斗 争斗 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 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吧 在蒙德 女士在教堂外冒犯神灵 得手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 她宁愿靠冰雪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 也不想当场与你一战 这是为了避免战斗时的动静引来歧视 面对强者 他只会优先盘算利益 考虑胜负 考虑出手以后的影响 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 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向更多强者挥拳 蒙德发生过的事 不会再发生一次了 好 那就来试试吧 我不会杀死你 旅行者 我只是想享受战斗的乐趣 所以请你陪我玩而已 你打不赢我 所以不用赢 只要和我一样也享受战斗的乐趣就好 我这么说 你应该能明白吧 哈哈哈 好吧 既然你也很想玩 那可别让我扫兴啊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展现你的一切吧 与愚人众执行官对战的机会 非常难得 要好好表现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你断几断 你疏漏了 知识成警 抱歉啊 真是急性子 红星 这个如何 置业换线 真不像样 你还算有点着急 值得我 再认真 很好 你有这样的实力 怪不得女士也对你有所忌怠 那我也可以尽情发挥了 只是我的尽情 对你来说可能太出放了 面对执行官的权能 让我看看 你还能坐到什么地方吧 现金吧 战场吧 冻结吧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刹到你了 这个如何 不错啊 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 但 也就仅止于此了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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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你还藏了一手 居然利用烈士 反而揭起了仙祖法推 别大惊小怪的 像个新兵一样 这种事 对九星沙城的人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那么摩拉克斯的神之心 我就收了 原来如此 真叫人意外 原来 你才是杰作仙灯的那一个 你才是杰作仙灯的那一个 我 我 我 但 我才是杰作杰斗 我为天 代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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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抢先一步得到了神之心吧 神之心都比我更快 还是说 我经过的情报 你是故意偷了给我的 我若是你一种 现在 都敢把神之心交出来吗 别让自己来取 不是我们拿的 至夜换血 小心着凉 动结吧 真是急性子 你 这个如何 你断罪 动结吧 不是 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也该冷静下来了 刚才那声魔王武装 对神体的负担果然很大 让我没机会停下来思考 但仔细一想 你们确实没有比我抢先一步 得到神之心的可能性 无论神之心去了哪里 都应该与你们无关吧 是啊 都说了不是我们拿的 驴者 你今天展现出的实力 比女士在蒙德对你的评价更强 这是为什么呢 看你的样子 心里好像是有答案的 唉 但如果是不能对我说的秘密 那我也只能勉强压抑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 哼 有这场战斗 我已经很满足了 同样是追求变强的人 都是朋友 尽管这种友谊的形式 只能是互相争斗 真是奇怪的朋友观 但现在 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这几间的交流 回到我的任务中去了 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 那会不会是从一开始 就不在先祖法退里呢 更进一步地想 先祖法退本身 会不会也只是一种障眼法 啊 你是想说 恐怕正是如此 哼 那可真有意思 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神 对契约之外的小手段 也非常精通呢 哼 这样一来 就只能发动备用方案了 备用方案 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 因为会波及弱者 说到底 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强的人 对于无聊无趣的弱者 我平常都不怎么愿意去理会 可惜身为愚人种植新冠 是不能对手段挑三解四的 这就像小孩子 有时候也得学着去吃自己不喜欢的胡萝卜一样吧 所以 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要唤醒孤云阁下 沉睡的魔神 魔神 漩涡之魔神 奥塞尔 在魔神战争时 败于炎之魔神 摩拉克斯 被炎枪镇压在海中 如果让一位昔日的魔神 去进攻失去了神灵镇守的黎月岗 你们觉得 那位把我们都耍了一通的炎王帝君大人 还能安稳地躲在一边看戏吗 可 可是 魔神战争都结束了两千年 在世上只有七神的今天 你要怎么把远古的魔神 当然是 已经准备好了唤醒的手段 那是百无禁忌录 我 我想起来了 我们确实又发现愚人种在研究它 没错 给你们的那张 只是这场研究的副产物而已 这么多百无禁忌录的力量汇集在一起 再加上女皇赐予执行官的力量 暂时解封炎枪镇压之力 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 原本对我来说走到这一步 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 已经很无趣了 也不符合我的信条 不过 一想到不仅是那位炎神 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 倒也还挺有意思的 事目以待吧 失去神明的国度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 不过,如果你们也想陪灵月人一起溺死 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 追,追丢了 那家伙跑得好快 那是什么 赶路赶得好累 要不是出黄金屋的时候 刚好看到群鱼阁在天上飞 现在还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呢 我们赶上了吗 漩涡之魔神还在海里 还没登陆离月港吧 你们 怎么来了 咦 啊,是仙人们 为什么你们会在群鱼阁上 之前听说你们在和七星吵架 已经吵完了吗 诸位仙家的意思是 当此危难之时 仙人与七星也该暂时放下不和 共同对敌 嗯 原来是这样 那么 现在大家的防御方案是什么 呃 那个漩涡之魔神 只是从这么远的距离稍微看一眼 就觉得呼吸都有点不顺畅了 千颜军里有些新兵已经连战都站不稳了 远古魔神的威亚看来对普通人的身体非常有害 但正因如此 更不能让那怪物接近离月港的平民 嗯 好可怕 两千年前的魔神战争 就是在与这样的敌人战斗嘛 所以靠现在在场的七星千颜军 加上几位仙人的战力 能解决海里的那个魔神吗 众仙家已经讨论过了 答案是 未必 不会吧 可 可你们是守护离月的仙人 和守护离月的七星啊 不能想想办法吗 那倒是可以的 诶 此前 龟中记一事 让七星动了心思 前去探究 而今 身为龟中记制造者的本仙 又恰好在此 仙家机关 你们凡人能研究出什么 但只要本仙 对着老旧弩炮稍加改进 那就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进化了 也算是一种仙缘吧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用心龟中记对抗魔神 在场的诸位仙家 也都能够为他注入仙力 事不宜迟 决战就在此时 开 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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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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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撐吧 现身吧 才 那是什么 漩涡之魔神奥赛尔 那是他的神力 我很熟悉 小心躲避 愚人中 他们的进攻也变得更急了 胆子不小 此时了结之后 那些治东国的外交官 一个也别想逃 化为尘埃吧 老实点 看 风心 魔神的攻击 又来了 愚人中也好多 我们快要 孩子们 想说 快要守不住了吗 抱歉 别说丧气的话 收下这个 这是 天力 你身上发的光 好像在绝晕间的那次 哇 是平老老冲击波 平老老好强啊 小心着凉 是平老老板 你身上发的光 是平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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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发的光 还不住了 我还不住了 你身上发的光 是平老的 受伤的担心,盡情施展武力吧。我在魔神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呃……原来甘雨在战争里还有这样的一面。 夜叉之鸣,亦为清洁。带着我的先例,试着像我一样奔跑吧。 跑得太快啦! 一步,你会在地上。 踩,在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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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的灵魂强刃,根谷一是如此。 或许,你们能同时承受三种线力。 会有点疼,轻忍一忍。 试一名后,就试着运用它们吧。 智夜换线。 羽线难化。 抱歉啊。 抱歉啊。 哼。 知识成语,战唱吧。 这个如何? 你断罪之鸣。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真是急性子,你。 智夜换线。 竟然让我猜。 踩。 各位小心。 博神的力量,恐怕已经提升到极限了。 怪龙之,只要撑住,后面就没有更难的了,是吧? 顶之鸣,可求优业。 这个如何? 抱歉啊。 荒星。 换为尘埃吧。 智夜换线。 诸诗成。 冻结吧。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踩。 。 老实点。 财与流通。 智夜换线。 冻结吧。 是。 登上去玉阁的愚人咒,正在减少。 诸位同袍努力。 解决完这些人,诸位仙家就能安心对付魔神了。 黑之翼,平断昼夜。 化为尘埃吧。 黑之翼,平断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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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已除,终于无需分心,可以全力示威。 rzzt终于无需公厂。 黑之翼,平断昼夜。 走 他 小心些吧 龟中机被毁了 失去他的压制 我们很难继续反击 但群裕阁是最后的屏障了 无论如何 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 我 有另一个方案 凝光小姐的意思是 我要放弃群玉阁 这是何意 我明白了 旅者 请你助力 再会了 我的老友 今日一别 也是为了将来 能有机会重聚 这样 终于算是结束了吗 那股极其凶煞不祥的气息 确实已经淡去了 百屋禁记录的效力 本就不是永久 又被群玉阁 重新振回孤云阁之下 即使是漩涡之魔神 想必也无法再度 腥风作浪了吧 多谢各位仙人鼎力相助 若非诸位碰巧在此 离岳港的未来 实在难以预计 何必借机奉承 而且我们可不是碰巧在此 我们的来意 你转眼就想装作忘记了吗 刘云 现不必如此针锋相对 我曾听说 宁光刚开始学做生意的时候 就已开始用它非常有限的收入 来筹备群玉阁的工程 起初 它只有房间大小 而在不断扩建之下 如今 已是如此规模的宫殿 这是它作为商人 作为七星的精神支柱 亦是它本人 一生的写照 群玉阁 为离岳而回 与它意义重大 我想 如此程度的合作和牺牲 起码可以换来一句赞赏 不 这是应该要说 起码可以当作谈判的一枚筹码 才更合我的心意 多谢这位仙家 愿意替我分说两句 其实诸位仙人今天的来意 我们都很清楚 但也是我们无法让步 三千七百年 据记载 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守护离岳 已于三千七百年 直至如今 离岳的山水土地一如磐石般稳固 同千年前别无二指 这是令人赞叹的伟业 可这并不代表 离岳还是三千七百年前的离岳 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 投在这片土地上 也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 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吧 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离岳的方式 绝无冒犯之意 只是希望各位前辈 能再为离岳考虑一次 居然还以前辈相称 你们这些七星后生 在我面前 根本论不上辈分 今天早上 我还梦见了帝君 在梦里 我想对他说 我背七星 虽为凡人 同样有契约在身 历代七星的积淀 每一代七星都会留下 值得继承之物 我还想告诉帝君 历代七星已经在您指引之下 努力在人类的世界生存下去 构筑了名为贸易的契约之网 但这些我都没说 我只是看着他 直到梦醒 宁光 所谓旁观者卿 你又想说什么 是啊 那是在蒙德发生过的一个故事 四封守护于封神子民之间的故事 封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 因为他觉得 对立只会在双方心中留下伤痕 没有任何好处 陈氏的七国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 你说的虽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我们身为仙人 总归不该让帮过满个异乡人来看我们的笑话 好了 宁光刚才不是说 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 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吗 这样的观察 我是尝试过的 你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诸位仙家 术末将假咒在身 未能施以全力 你又是谁 我是千言军教头 冯炎 特地来向仙人道谢 本以为这一战 就是我的最后一战 是诸位仙家出手相助 这才不至于全队伤亡惨重 诸位仙家大显神威 我只是平凡一兵 但我今后 也定会坚守阵线 不会辜负了诸位仙人的恩情 大家怎么好像垂头丧气的 不是刚打败了大怪兽吗 你不害怕吗 小姑娘 刚才那么危险 畅畅不害怕 因为有千言军的叔叔们在 有带着神之眼的厉害大人 厉害哥哥姐姐们在 还有全黎月的所有人都在 危险的时候 大家保护尝尝 平时 大家就做好玩的 好吃的 还会把海港 造得越来越漂亮 那边的大哥哥 谢谢你保护黎月港 下次海灯节的时候 来做客吧 没有办法来 没有办法 因为我毕竟是仙人 这样啊 那仙人也真是不好当呢 诸位 看吧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模样 契月的国度 仍然感激仙人 但这么多年来 黎月大大小小的问题 也不是非要倚仗仙人之力 才能解决 被我们称作繁明的人们 血脉脆弱 却也坚强 身与黎月的契约 已逾千年 如今 已是黎月与人契约的时代 看看周围 我们只不过站在这港口 似乎就感觉有些格格不入了 你说是吗 刘云 问我做事 又不是我领头 来这里月港兴师问罪的 咦 仙人那边的气氛 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回去吧 降魔大圣 哼哼哼哼 嗯 降魔大圣的意思 我能明白 取久未见的黎月 也的确与我印象中 大相径听 恐怕 等我摸清这里的全新契约时 你们人类 又该在黎月造出 更新的样貌了吧 算了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嗯 罢了 诸位仙家都同意的话 我也不再执着了 但仙人离去之后 黎月七星是否一手遮天 依我之见 仍然不可不防 好了好了 薛月 你这老家伙 别管这么多 要我说 这监督之权 不如就留给黎月万明吧 啊 一场人仙大战的危机 也算是和平收场了吧 啊 对了 虽然和平是好事 但还有一件事没解决 这场危机的原因 公子放出魔神进攻黎月的原因 是为了逼阎王爷现身呀 危机只靠我们就消除了 所以阎王爷还是没有出现 嗯 嗯 这么说的话 那位神灵的死 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头雾水 古国最有可能的线索 是不是我们筹办的这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